24歲的阿奴年紀輕輕就住進療養院 背負著洛西亞難民的身份 從緬甸逃到大馬兵城後 竟又被診斷出罹患大腸癌第三期 正值伊斯蘭教齋戒月 慈濟志工提早送上了開齋節祝福禮包 之前信心去看他的時候 他就比較傷心這樣子了 看到目前是有很好 也可以說笑容也多了 冰城靜思堂 慈濟也為馬來裔照顧部 舉辦溫馨聯歡活動 清脆銅板聲 愛的回流是活動中的第一道音樂 志工現場教學如何用香雞飯 做成馬來口味的粽子 風茶和家庭大合照專區 孝順的含義不分宗教 無關種族 發展出了一道歸 通了頸前的聲音 是很感激的 我非常感激的 非常感激的 我會感激的 從此時 我一直去做 工人整理 每年 我感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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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可以幫助別人 大人小孩以传统服饰献身 配上一家人的歌声 志工和照顾户的情感不言而喻 大爱新闻真上面志工 马下综合报道